这里就是海岚江畔的稻花香 光宗村又是我们整个沿边地区 太阳最早升起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叫光宗村 它是一个稻田的文化 加上一个朝鲜族的民俗文化 结合在一起的 通过大家对我们这个水稻的认可以后 我们把国海国的文化给它讲出来 国海国的国王把我们这边的大米 给五折天上供过去 近代的时候光宗地把我们这边的水稻 专门供给当时的清朝的 这些大官显贵去吃的一个大米 就你从近村 你就能感受到这个村庄是一道风景县 看到很多的文化 包括我们的水稻文化 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 在我们的院墙上 在我们的庭落上 村子现在看起来就是真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我做导游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讲景点 然后就把我们地方的朝鲜族的文化 这样所结合的去讲述给游客去听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要选择一个朝鲜族的村落 然后呢我要在这里呢开发民俗的旅游 像我们的美食 像我们这边的民族服装的体验 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朝鲜族的游戏 朝鲜族的一些体验项目 包括民宿等等 然后就选择到光东村去创业 2011年的4月份到光东村开始运营的 6月18号那天我们就接待了1000个人 这个市场很快地推广起来了 我们形容朝鲜族说会走路就会跳舞 会说话就会唱歌 它是有着非常浓郁的这种朝鲜族的这种民俗民风的 有很多的外地人呢 其实他来到我们当地呢也是很好奇的 朝鲜族一朝一世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演出每年都超过150场 看着舞蹈啊 吃着我们朝鲜族的美食 把长白山下来的游客能引到光东村能够住一晚上 把它变成我们真正的旅游目的地 所以呢在2017年开始 我们开始大力地发展我们的民宿 就按照我们的装修风格 恢复朝鲜族的这种民俗的这种风情 现在光东村的民宿60件 是咱们全省应该是民宿量最大的一个民宿村 2019年就拍了一个节目到魅力中国城 我们周里说那你去吧 代表着光东村去 当时我们村民们都哭了 特别的兴奋 他们穿那种朝鲜族的盛装 到位扔起来的时候 然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抓拍了一张 在电视上去播放的时候 我自己都是哭了的 我是特别爱家乡的人 因为我们的吉林 我们的盐别太需要人才了 太需要把我们的好的东西传播出去 中国不学好产品 任何地方都不学好产品 但是需要去说它的人 需要把我们的好产品展示出去的人 我选择了这份事业 是我用毕生去做的一个事情 文旅百家 我在吉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